因为我觉得摩托车更有驾驶感 汽车太简单了 摩托车的话 就是你在旗带上面 就反身啊 转身啊 然后速度感 那种压弯的感觉很少 而且我觉得这两个共同点 就是你需要不断地努力 然后再去乘搭 尤其是滑板 滑板的话会滑很容易 但是你要做一些动作的话 比如说飞台阶 飞楼梯 然后你要磁杆 都需要很大很大很大的勇气 你是一旦输了 摔一下真的很痛的 真是克服自己亲密的恐惧 对 但是一旦征服了那个恐惧 还是特别的爽 就我有一次在录节目 我下了三层的台阶 我不是凹里跳 我就只是冲下去而已 但那个感觉就是 没有体验过的感觉 就很爽 就感觉一下 一下子就有了那种 成就感 你是不是很喜欢那种 面对我一直那种冒险的这种感觉 因为你刚才 我喜欢很酷的 因为我从小 我看到跳街舞 我觉得我好酷啊 不是这种酷它能够 已经带来成的 比如说可能小时候 就会觉得 如果我会跳街舞 可能就是会有更多的女人 就还会关注我 我就会成为 这三个都是这样吧 是这个原因吗 挑战吧 喜欢挑战 也不是喜欢挑战 但其实就是很 很喜欢酷的 见什么酷的动向学 就是这么简单 对 看见酷的就很想学 其实从我的力量 我会觉得挺好的 就是可能有时候做的 是你不需要一个人 就是我就是单纯的喜欢 就是觉得很酷 就是觉得很帅 就感觉很壮 很壮 就是就是做起来 我觉得 哇好帅啊 就是那种眼光看到我 好感觉 嗯 嗯 是的 是的 是的